1921年一个昏暗的酒吧里一群男人纷纷往帽子里扔钱 谁扔得多谁就有机会和餐桌上最美的女人共度凉宵 然而出来炸到的伊娃却被皮条克拉来全然不知 她有可能就是那个带宰的羔羊 不仅如此她还趁他们没注意时偷偷戳出一张钞票 就在早上伊娃和妹妹来到美国要完成入境登记 然而妹妹却被海关警察看出她脸色不好 她拿听诊器听出妹妹有费病 尽管伊娃百般恳求 但妹妹依然被拉去要被关押在入境隔离医院六个月 伊娃被警察勒令坐下等待 一个男人在远处悄悄注视着她 入境警察和伊娃问话 她来自波兰是一名护士 父母在一站中死去 他们来纽约找姨母和姨父 入境警察说你在船上被记录有污点 你可能是一个道德低下的女人 伊娃否认说并不是那样 她指着纸片的地址说我的姨母一家住在这 他们在等我 然而警察却说他们并没有来 这个地址也不存在 警察表示她因有道德低下的问题无法入境 无助的伊娃不知道该去哪里 妹妹也被警察抓走 这时一个男人问她是否会英语 伊娃说我会 她看到男人和警察说话 他们很熟的样子 伊娃恳求男人帮自己 男人和警察窃窃私语后 折回来告诉伊娃 到纽约的最后一班邮轮十分钟后出发 这个警察会护送你出去 我在外面等你 非常幸运她来到纽约 男人把她带回一间屋子 让她先休息 清晨男人叫女人们带她去先洗个澡 女人友好的递给她一根香蕉 可她却一口咬了下去 女人给她包开皮让她增加营养 接着她就被男人带到了酒吧 晚上这里有唱歌和魔术表演 男人叫布鲁诺 她带着几个漂亮女人表演一些不体面的舞蹈后 台下的男人们会对他们竞价 布鲁诺从中抽成 几个女人在她的庇护下以此艰难为生 于是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回到住处后 伊娃给布鲁诺讲起自己的亲人 双亲被士兵在他们眼前砍了头 妹妹现在又被抓走 伊娃可怜的样子楚楚动人 布鲁诺经不住靠近她却被伊娃拒绝 她恼羞成怒 接着她叫一个女人说她想给你一些东西 布鲁诺说我们都和你一样绝望 我希望你明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去酒吧 第二天的演出开始了 布鲁诺在台上卖力地介绍着女人们 有拿着辣味海鲜饭的西班牙女人 有东方异级日本小姐 还有神秘的吉普赛女郎 最后是装扮成自由女神的伊娃出场 她手拿一支油灯被女人们簇拥着 面对下面无数陌生男人的尖叫鼓掌 她两眼呆滞 可却引起了男人们更大的欢呼声 下台后为了缓解她的紧张 女伴们给她灌下了苦爱酒 他们嫉妒布鲁诺对她像公主一样 布鲁诺对她的头次登台非常满意 这是一个男人带着她老实巴交的儿子来找布鲁诺 提出要伊娃陪她儿子 并拿出丰厚的酬金 男孩坐下来说是我父亲要我这么做的 然而绝望的伊娃却不让她碰自己 布鲁诺宽慰伊娃说 虽然我们也不想这样 可你妹妹的健康比你更重要 男孩很温柔 没有人会知道这事 如果你实在不想见到她 我就把她送走 伊娃用滑落一滴泪珠的沉默表示了同意 她什么也吃不进去 她问布鲁诺我要做多久才能把妹妹弄出来 布鲁诺说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冒险 我可不像你姨父一样愚蠢 伊娃问你认识我姨父吗 布鲁诺表示我给警察塞了钱才把你带出来 警察朋友给我看了你的文件 我知道你姨父姨母并没有为你做任何事 说完她又塞给伊娃一些钞票 她掺着醉醺醺的布鲁诺回了家 布鲁诺说我希望你不要恨我 我想你能爱我 我见到你的时候就喜欢上了你 伊娃趁她睡着偷出了自己的行李 她按字条的地址终于找到了姨母家 姨母激动万分没想到还能见到她 这时姨父闻生下楼看到伊娃 她有些吃惊 姨母说姨父去岛上接你 但警察说你从没有去过 伊娃表示我去了 可警察说你们没有来并说你们的地址是错的 她回到了温暖的姨母家 可以睡得安心觉了 她忘不了这几天的劫难 经不住留下了苦涩的泪水 孟里她看到了阳光下妹妹在和她招手 突然她被惊醒 一帮警察围住了她 原来是姨父告密让警察来抓她 并要把她驱逐出境 姨父说我是做正当生意的 可你在爱丽丝岛做了什么 船上的人都告诉我了 姨母出来问丈夫你们要把她带到哪里